大家好,欢迎来上中国文化课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的农历和世界公历的关系。 在你家,或者说在你的国家,每年过几次新年?一次,还是两次? 中国人一般每年都过两次新年,是的,不骗你们。 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1月的这个阅历。 1月1日和1月25日上都有两个重要的节日。 1月1日的叫元旦。 1月25日的叫春节。 你们有吗? 中国人每年都会过两次新年,就是元旦和春节。 我们来看2013年的春节。 它是2月9日。 2020年春节的时候,它却在1月25日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为什么都是新年都是春节,但是它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呢? 可以说每年都不一样。 而且不管怎么不一样,它都集中在1月或者2月,不会在12月,也不会在3月。 。 这就和太阳和月亮有关系了。 全世界人们过的新年也就是元旦,依照的是太阳运行的规律。 而中国人过的春节新年。 而中国人过的春节新年,则是太阳和月亮一起运行的规律。 听起来有点麻烦,有点难,但是中国人自古就是这样的。 全世界人民过的新年,叫做元旦,它就是每年1月1日的那个新年。 我们看见地球绕太阳一周,需要12个月,这12个月就是一年。 我们把这样的计算新年的历法叫做太阳历。 也叫阳历,或者公历。 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沟通的时候,一般都用阳历,都用公历。 但是中国人过的新年,过春节的时候,用的就不是阳历了。 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农历。 中国的农历不但和太阳的运行周期有关系,也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有关系。 太阳和月亮的运行,再加上复杂的数学计算,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。 春节就是农历的新年。 中国是一个农历国家。 自古,自古,这些植物的生长,动物的生活习惯,对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中国人制定了农历。 所以中国人制定了农历,目的是方便我们什么时候播种,什么时候收获,什么时候准备下雨,什么时候准备下雪过冬。 农历。 农历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立法。 所以农历春节也就是中国人农历新年的第一天。 我们把这一天。 我们把这一天不叫做一月一日,而叫做正月初一。 我们要注意这个正,它在这里读一声。 正月初一就是春节。 中国的很多节日都以农历为准,你知道吗? 春节。 春节,元宵节,端午节,中秋节,重阳节。 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,也都遵循农历的立法。 春节。 春节,在农历的正月初一,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。 元宵节,则是正月十五,也就是春节之后的第十五天。 这一天。 这一天,我们要吃汤圆,要点花灯,才灯迷。 端午节,在农历的五月初五。 这一天。 这一天,我们家家户户包粽子,吃粽子。 你知道粽子有哪几种吗? 粽子有甜的,也有咸的。 甜的一般包着枣子,而咸的里面包的是肉。 中秋节。 中秋节,在八月十五日。 对中国人来说,它可能是春节以外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了。 。 在中秋节,中国人一般吃月饼,喝桂花酒,看月亮。 因为八月十五的月亮特别圆,特别大,特别亮。 和粽子一样。 和粽子一样,月饼也有甜和咸两种口味。 到底是喜欢甜月饼还是咸月饼呢? 这个在中国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呢。 崇阳节,在农历的九月初九。 它也被称为老人节,敬老节和灯高节。 在这一天,很多人会爬楼或者爬山,去登高遥望。 这一天也是很多人对老人表现出尊敬的日子。 所以你看,中国人都有两个生日。 一个是公历的生日,还有一个是农历的生日。 是不是很开心呢? 什么? 没有听懂吗? 好,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 有一个小宝宝。 它是2011年11月11日出生的。 我们来看一下。 它的公历生日是11月11日。 它的农历生日是10月16日。 好,2020年,它几岁了? 9岁了。 9岁了。 我们来找一下11月11日,在这里。 所以11月11日当然是它的生日。 但是,农历10月16日在哪里呢? 哦,在11月30日这天。 所以,它既可以过11月11日的公历生日,也可以在11月30日过它的农历生日。 你明白了吗? 也就是说,我们的公历生日每年都一样,而农历生日每年都在变化。 你知道你的生日是哪天吗? 你能找到你的农历生日是哪天? 然后告诉老师,好吗? 我妈妈给你留电了? 好的,我是你 mencion original。